大家應該第一眼都有被他臉嚇到吧 化這個妝 就是每天要花四個小時 他為了要學這種剛開始跳舞的感覺 他也特地去上了舞蹈 他衣服裡面還有很多款 就是很奇怪皺褶的衣服 劇組不是說那什麼 要襯衫 歡迎來到88年視頻大 我是曉安妮 我是Sherry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可憐的東西 今年二月上的可憐東西 艾瑪斯東再度拿到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除了這個之外 這部電影還拿下最佳美術服裝跟化妝設計 也哼少了金球獎 那我們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呢 就發現他有很多非常值得討論的地方 而且呢 他現在已經在Disney Plus平台上線囉 我覺得他是一部非常值得 信息重新觀賞的一部電影 對他裡面有很多的細節設計 那些電影院看的時候就 但是自己在家裡 你可以暫停看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喔原來這邊的設計是這個的 原來這邊又有一個那個 什麼 到底是哪個呢 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解釋 那今天我們這支影片就是來分享 可憐的東西裡面的劇情解釋 一邊分享裡面的細節 背後的意義 還有幕後製作的小秘密 電影是改編 蘇格蘭作家 阿拉斯戴爾格雷 在1992年出版的同名小說 可憐的東西 題材靈感則是來自1818年的 Mary Shelley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導演是尤格蘭西莫 他之前有拍過單身動物園 跟非普通教育 電影的一開始 艾瑪史東飾演的Victoria Blessington 在橋上跳了至今 之後她被科學家Dr. Godwin Baxter拯救復活 因為Victoria已經死掉了 所以Godwin用她肚子面嬰兒的腦袋 來取代她的腦袋 就變成了我們之後看到的女主角 Bella Baxter 所以她就變成了外表看似大人 智慧是嬰兒的一個大人 其實Bella Baxter這個名字呢 她是一個致敬 她在致敬科學怪人作家 Mary Shelley 她的閨蜜其實叫做 Isabella Baxter 所以簡稱就是Bella Baxter 那Mary Shelley這個作者的閨蜜 她的故事比較特別 因為她其實跟一個男的結婚 很誇張的是 那個男人 她的前妻 就是Isabella的姐姐 親姐姐 所以就是姐妹都要的意思 Poor Things的作者想要致敬 Mary Shelley跟她朋友這個關係 所以用了這個名字 那Bella的外型設計靈感 是來自奧地利的畫家 Igon喜樂 她在1911年的畫作 披著黑長髮 和藍黑色披風的裸女 那這個地方特別的呢 就是其實在維多利亞時期 女生的頭髮通常都不會放下來 都是綁起來的 所以在電影裡面 Bella的頭髮其實是一直放下來 那就是代表 她其實是完全 不會被社會框架給綁住 然後是活在自己的自由之中 而且說到頭髮 她的長度也是有意義的 她其實是隨著電影呢 她的頭髮長度是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的 她劇主人有透露 艾瑪斯東最後 她的頭髮有接長到122公分 再來我們看到 由William Defoe 飾演的古怪科學家 Dr. Godwin Baxter Bella都會叫她God God 除了是因為她的名字 剛好就是Godwin 簡稱God 也是在暗示 她就像上帝一樣 給了Bella新的生命 Godwin Baxter這個名字呢 除了是在暗示說她是God之外 也有在致敬科學怪人的作家 Mary Shelley的爸爸 她的名字叫做William Godwin 她是公立主義跟無政府主義 非常有名的提倡者之一 有這個主義的人呢 他們的人生目的就是 符合道德限制裡面 然後又可以得到最大快樂的人 嗯 反政府主義呢 基本上就是 不要有任何的組織政府 或是規則 不要有任何人管我 只有自由就好了 對她是個人自由為最大利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主義影響到了整個故事 大家應該第一眼都有被她臉嚇到吧 她就是長得這樣一塊一塊的 然後感覺瘋了很多次 因為你知道她幕後話劇 她有講說要畫這個妝 就是每天要畫四個小時 而且她就是凌晨三點就要起來 然後畫這個妝 而且化妝過程還不能睡覺 因為眼睛那邊也要整個這樣畫起來 4小時進2小時外 你真的不能睡 因為你要跟他們合作 好 再來我們認識Max 他是Godwin的助手 被請來幫忙記錄Bella的每一天的生活 Max在第一眼看到Bella的時候 Bella穿著一件蓬蓬的上衣 跟有一點像是魚尾巴的衣服 設計師Holly Weddington 他有說 一開始在家裡的服裝設計 我們想要營造的是一種 早上媽媽幫寶寶穿好衣服 但是下午衣服就會被寶寶用亂的那種感覺 所以Bella上面才會是正裝 然後下半身才會是有點睡褲的樣子 所以下半身比較邋遢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的裙子超酷的 就是那一片很像 很像龍蝦 而且他的衣服裡面還有很多款 就是很奇怪皺褲的衣服 你有發現嗎 有啊 劇組不是說那什麼 倒襯衫 電影前半段黑白的時候 Bella大部分穿的都是白色或者是粉色色調的衣服 還有誇張的蓬蓬秀 這種蓬蓬秀其實是在1890年代維多利亞時期 最標誌性的象徵 劇組有說 他們其實是有誇大一點去做這件事情 像一個吸滿空氣的肺 然後會給予Bella力量 所以他還故意給他一個大大的蓬蓬秀 就上面這邊是比較大的那種感覺 很快的Max就察覺到Bella不太對勁 就開始逼問Godwin Godwin後來才說出幫Bella換腦的真相 這個畫面跟舊版的科學官員非常像 Max跟Bella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他決定要跟Bella結婚 I wish to marry you Be my wife 但隨著Bella的智力快速發展 他對外面的世界越來越好奇 他有用蘋果發現自己身體裡面的奧秘 那這邊其實就會讓人家聯想到一定的一個景點 我那時候看他用蘋果我很好奇 要什麼要用蘋果欸 原來是因為這樣 接著Bella就遇到了由Mark Ruffalo飾演的律師 Duncan Wedburn 還跟對方私奔 跟著他一起 激烈跳躍 馬克魯法洛在訪問的時候有說 他一開始很猶豫要不要接這個角色 他有透露當時他跟導演說自己不適合這個角色的時候 導演竟然還笑著跟他說就是你了 然後他想到自己已經55歲 戲露已經被定格沒有什麼突破 而Duncan這個角色是很大膽也很突破 所以最後才決定好吧 那我演這個角色 我那時候還有查到說就是 Mark Ruffalo一開始 非常排斥這個角色 然後他說他在演就是性愛場景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抗拒 然後他結果是艾瑪士東在旁邊一直開玩笑 哎呀沒關係啦這樣子 就像一個沒有穿衣服的 對啦放拍完啦 而且你不覺得他在裡面口音很特別嗎 嗯 我其實聽不太懂那是什麼口音 其實在拍可憐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不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拍 Mark Ruffalo他有說 很多時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 不 因為在中間拍攝的時候 他就說 你想要我回家嗎 Yorgos 我沒辦法拿出口音 我沒辦法 那個笑話是 Oscar Isaac在其他地方工作 然後他一直在說 我知道他在這裡代替我 然後一天他在拍攝 他進來拍攝 然後Oscar就說 Hey man Good job 但現在要回家 你有發現嗎 這個時候電影就從黑白變到彩色 喔喔喔 我一直在等到底什麼時候要變彩色 黑白的時候其實在暗示 一開始Bella的每個行為都被God限制 而變成彩色呢 則是表示他對自己開始有一點掌控權 得到自由 開始學習跟探索的時候 但跳河內幕也是彩色的 應該是 因為對Victoria來說 他自禁就是得到了自由的意思 那同樣的呢 在回顧畫面裡面 當God在幫他換腦的時候也是彩色的 那我有看到另外一個解釋也是蠻酷的 就是有人說他們其實是 嬰兒一出生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 對 然後好像是要到四個月之後才會開始看到顏色 那說到顏色呢 整部電影 除了很明顯的 黑白色跟彩色之外 其實飽和度跟對比 也有跟著Bella的成長改變 在里斯本的時候 色彩是非常鮮豔的 連天空都是紫色藍色的 亮度跟彩度都很高 呈現小孩子眼中第一次看到世界的新鮮感 我一直注意他的天空 我覺得很漂亮 就很夢幻 我就覺得哇 這個世界真的是 就是故意創造出來的 好像是一個仙境的那種感覺 對啊 一開始 然後當他們來到船上的時候呢 色調就變得非常溫和 暗淡了一點 他也是在呈現說 Bella變得更成熟 比較容易接受更多複雜的知識 但到了巴黎 畫面的飽和度跟亮度都降低了 畫面就偏藍 那藍色相對比較封閉 所以在情緒上可以表達憂鬱跟疏離感 那當電影快結束的時候呢 天空第一次出現正常現實的藍天跟白雲 而且還用了非常接近現實的色調 很酷欸 就是一開始他就是小朋友的 看出去的樣子 然後要越來越後面就越來越現實 這好像我們人生一樣 導演那時候有給場景設計師 人間樂園這幅畫 導演有說這幅畫其實就是電影的核心 因為這幅畫裡面有不同的宇宙 從地獄到天堂 展示了人性 現實 死亡 毀滅 幻想等等 其實就跟可憐的東西想要表達的東西很像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裡面有很多的元素是電影裡面的場景 導演他自己也有講說 我覺得他們這一次設計的電影場景 很多都是自己搭出來的 我有看到他們的幕後 超級壯觀 很漂亮 超大 就像什麼里斯本啊 郵輪啊 然後還有什麼冬天的巴黎廣場 那些都是他們自己搭出來的 只有舞廳那個戲分就是用真實的場景去拍 真的舞廳 對 而且你知道那個像那個什麼 郵輪 他外面的天空就是用一個超級巨大LED面板 去撥那個天空 這不是CGI 這是一個實際的LED鏡 你知道光是繞一整個片場一整圈 要花45分鐘嗎 超大 回到電影 Bella第一次替自己穿上衣服到外面走走 這套衣服非常特別 因為他的穿搭交錯了不同的文化時尚 包括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砰砰秀 但搭配著現代流行的短板漏度設計 以及高腰的短裙跟短筒學 那設計師Holly Wellington 在這裡想要表達的就是 Bella跟Duncan出遊 每天都瘋狂的激烈跳躍 出門的時候懶得把衣服穿好 所以上半身都是正裝 但是下半身有點隨意的感覺 他們這次都只設計上半身是不是 反正你上衣就穿這個 然後下半身沒關係 這個不錯 反正你等一下要脫掉這樣子 我說你知道Bella這個 她有露腳趾嗎 這套服裝 是喔 就據說他們是為了要 突顯Bella跟那邊的女性不太一樣 喔因為那個時代是不能露腳趾 對 所以一定要穿鞋子 她要表現自己的身體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要露出腳趾透氣 欸這超不明顯 為了要看Emma Stone的腳趾頭 我去訂閱了Disney Pro 那除了這個服裝之外呢 這一次Bella服裝顏色 主要都是用天藍色跟黃色 是為了讓我們可以想像到 童話故事的感覺 迪士尼的公主嗎 喔 對 白雪公主啊 貝爾啊 然後仙杜瑞拉 好回到電影 好啦在逛街的時候呢 有看到一個魚缸 裡面養了幾隻神仙魚 然後畫面對焦到了其中一隻神仙魚 後來我們去看網路上有人說 說不定是因為是在致敬William Defoe 他之前曾經在海底總動員裡面 有幫一隻叫做吉哥的神仙魚配音 當Bella跟Duncan去了舞廳 在那裡Bella第一次跳舞 Duncan跟著一起上去跳 Duncan跟著一起跳 我覺得他們兩個在這邊跳的動作 其實蠻特別的 你不覺得嗎 超特別 這應該是有特地編排過的吧 對啊沒錯 我印象很深刻 他上去轉圈圈的那個 Bella上去轉圈圈 那個是他自己夾進去的 但是你知道他為了要學這種 剛開始跳舞的感覺 他也特地去上了舞蹈課 因為他也會跳舞 所以要上舞蹈課 他為了要呈現笨拙感 那應該不是直接即興拍的 有有有他們有編排過 可是因為很好笑的是 在拍攝的時候 旁邊的靈眼都沒有編排過 所以這場戲拍了六十幾次 然後拍了十二個小時 在那裡Duncan發現 Bella越來越難控制 於是偷偷的把他帶到了一個郵輪上面 我們在船上嗎 確實 恐怖情人 直接把他關到籠子裡面的感覺 所以那個郵輪的設計呢 就像是暗示被囚禁在籠子裡面的動物一樣 你可以看到壁畫上面都有被囚禁的動物 然後地板的圖案 是一隻正要殺死山羊的老虎 所以都是在暗示他現在的處境 在郵輪上面 Bella認識了兩個朋友 Martha跟Harry 他們在甲板上面討論哲學問題 也是在這裡 Bella得到更多的啟發 開始沉迷於書中了 然後Duncan為了要控制他就不讓他讀書 那在甲板上Duncan阻止Bella讀書的時候 那這句話呢 其實是引用了十九世紀的一個美國哲學家 Ralph Waldo Emerson 過去曾被美國前總統林肯稱為是美國的孔子 然後他的思想呢 也推動了十九世紀美國文藝復興的運動 基本上他就是在說 我們如果要變得更好 就要不停的改變 無法接受改變 或是不能去改變的人 他只會卡在一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去進步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自己特別的地方 我們不應該跟著 全部人一起 變成一個樣子 應該每個人都要維持自己的樣子 你不能一直規定 我要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說 我是一個一直在改變的餐點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無菜單料理餐廳 喔好 對是這個意思 接著 郵輪停在埃及的Alexandra 一直都很相信世界美好的Bella 被Harry帶到了窮人區區參觀 Bella因為看到了現實的殘酷 而大受打擊 在那裡 Bella跟Harry 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Bella是屬於理想主義 她相信世界是美好 充滿希望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每個人都應該得到自己想要的 而Harry則是現實主義 她覺得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人類沒有希望 活著是痛苦的 現代人是現實主義 當Harry她為什麼要繼續待在 Duncan旁邊的時候 Bella說她一直相信事情會好轉 這表示Bella對於任何事物都抱持著希望 好像也是這個電影想要傳達的東西 就是不管世界有多麼痛苦 多麼絕望 其實還是有希望 那回顧一下 當Bella跟Harry在拜訪那個窮人區的時候 那邊的色調是黃色跟棕色的 是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也是代表著Bella第一次看到人世間的痛苦 而且你有發現他們那個高塔 到下面的樓梯是斷掉的嗎 就是她代表這個階級難以跨越 然後她 貧富差距太大 對 然後她有暗示說 就是Bella在她這個階段 她學習到的社會 跟她的狀態都還是很破碎的 就是她的身心裡還沒有去探索到 貧窮跟痛苦那一塊 Bella因為偷了Duncan的錢 拿去捐給窮人 導致她跟Duncan要在馬賽下船 來到了巴黎 在下雪的巴黎王廠 那邊的樹是紅色的 美術組在受訪的時候有說 他們是以人體的器官作為場景 而得到的設計靈感 所以紅色的樹呢 是肺部和靜脈的感覺 Bella穿著一件黃色乳膠材質的罩衫 衣服的設計師把這件衣服稱為 保險套大儀 因為這個衣服的顏色 跟維多利亞時代的保險套一樣 剩下的錢被Duncan拿走之後 為了旅費和住宿 Bella開始在季月賣身 也是在這裡她開始化妝了 在季月Madame Sweeney 除了教會Bella 怎麼生存和體驗現實 也是第一個 讓她體驗到生理疼痛的人 疼痛嗎 要不是咬她耳朵嗎 對呀咬她的耳朵 那還咬她的肚子喔 為什麼要這樣 不同的屁號的意思 這部電影裡面每個人都有奇怪 她是喜歡咬人家耳垂 咬了她讓她知道疼痛 其實也是Madame Sweeney 想要對Bella展現一種 控制權的一個舉動 就希望她可以乖乖聽話的意思 你知道那個季月老闆身上的刺青 是真的還假的嗎 你這樣問的話應該是真的 沒有那是假的 那是他們畫上去的 而且他們畫上去的時候 那個劇組人員就跟他講說 啊你這個 洗一洗就沒了啦就掉了 結果他過了兩天還是沒掉 然後結果隔天 他要去上瑜伽課 他不是都要穿小背心去上 他就這樣去上課 超Man 滿身都刺青欸 全假來的 對啊 Bella也認識了另外一位 在那邊工作的妓女 叫做圖瓦奈特 他向Bella介紹了社會主義 那社會主義他們的主張呢 就是公共利益要大於個人利益 很好笑就是Bella學會這個之後呢 他就回去跟Madam Sweeney說 我們可不可以改變一下 我們現在的合作模式 女生們可以有權利去挑選 他們想要服務的客人 這樣子大家都會開心 就達到了公共利益 當Bella參加社會主義聚會 跟上醫學課程的時候 他都穿著黑色套裝 設計師說因為他不想引人注目 給人一種比較嚴肅專業的形象 之後Duncan跑來找Bella 當時Bella在讀的書是 《倫理學 Ethics》 是17世紀很有名的荷蘭哲學家 巴魯赫·史賓諾莎寫的一本書 史賓諾莎也是一名理想主義者 之後Duncan還是不放棄 繼續要求Bella跟他回英國 但是被拒絕了 他就非常生氣的罵Bella是一個 意思就是說 因為Duncan原本是想要罵Bella說 她是個妓女 然後是想要貶低她的意思 然後去罵她說你這個人不OK 但是Bella她的認知是 不對啊 我們做這一行的 我們是賣身來賺錢過生活 自己就是那個產品 同時自己也是生產那個產品的工具 簡單來講就是 男的想要貶低女的 比如說沒有 我做的這個是一個很專業的一件事情 之後Bella終於回到倫敦 跟Max結婚 他們在教堂舉辦了婚禮 那這個教堂的設計 看起來很像希臘的國旗 猜測是因為導演他就是希臘人 這個時候維多利亞的前夫出現了 Bella為了要了解維多利亞的過去 決定要跟Alphie回家 在那裡他見識到了Alphie的暴力 甚至威脅Bella要接受生殖器切割 電影的最後呢 Gardwin去世 Bella把Alphie變成荔枝羊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那電影結束的片尾 出現很多彩色的畫面跟雕刻的設計 其實也是呼應一開始的片頭 一開始的畫面是白色的絲綢 象徵著一開始 非常天真的Bella 然後後面自我探索後 認識世界之後就變成了彩色的 所以在電影最後面 我們看到的是彩色的 而且最後片尾 他也有特寫很多 就是電影裡面的 特殊場景設計 就是像那個 巴黎妓院的電燈開關 是妹妹的形狀 你有發現嗎 他可以在那邊 這樣子一直這樣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窗戶是GG的形狀 你有發現嗎 對啊 這個最後他就特寫給你看 然後還有那個壁爐 是陰道的形狀 也是那個海報上面 Bella胸前的那個樣子 哦哦哦哦 他們的倫敦家裡面 就是會有很多人體器官 像是什麼天花板啊 是軟骨 然後也有很多裝飾品 也是跟器官有關 什麼軟巢之類的 其他還有一些暗示 你們就自行想像 我們就不多做解釋啦 好那最後我們來講一下可憐的東西 他用的特殊的鏡頭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電影中有呈現出這種 有暗角 四周是暗的 然後邊緣有扭曲的廣角畫面 很像是從門上的貓眼 看出去看世界的視角 通常會出現這個鏡頭的情境 或是在 Bella發現新的東西 或是有人在講秘密的時候 還有 如果是一般人會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導演都會用這種 偷窺的方式跟角度去呈現 像是第一次在里芝本 Bella吃到甜東西的時候 Duncan在打架的時候 還有當God在跟Max講 Bella秘密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這種鏡頭 那演員有開玩笑說 當他們演得不夠好 不到位的時候 導演會用這個鏡頭 所以就是看不太清楚 是這樣子 對 超好笑 真的 這件細節一定要 一直重複的看才會知道 現在剛好 可憐的東西在 Disney Plus上面 有Disney Plus 訂閱Disney Plus 就可以去看可憐的東西 慢慢的看 慢慢欣賞他每個細節 而且一定會發現各種不同的彩帶 對啊 你知道光是片尾畫面 我們在那邊這樣停 就這個到底像是 這個這個 推薦大家可以去研究 因為他裡面真的塞了超多東西 而且他每個設計 其實都是非常 就稍微花時間在上面的 所以是值得我們去欣賞的東西 那除了這一副之外 你還有最近在 Disney Plus上面看到什麼 Disney Plus上面 其實現在有超多的東西 如果是想要消耗時間的話 我推薦How I Met Your Mother 就是 你講的好快啊 那是什麼 How I Met Your Mother 追愛總動員 我怎麼見到你媽的 對 他是在演什麼 爸爸在跟自己的孩子 講他是怎麼認識他們媽媽 哦 對 他是影集嗎 影集 那是搞笑的 基本上就是 一直在搞笑 然後爸爸在跟孩子們說 他的過去碰到任何事情 還有幾段戀情 哦 之後 才碰到他媽媽 你會一直想說 哦 那是不是 就是下一個就會是他媽媽 就一直沒有 所以那女兒你跟妳說 那是媽媽嗎 孩子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都像一個鐵 像一個印象的印象 那是沒有嗎 對 那是沒有 什麼 來吧 這個影集最厲害的地方 是因為雖然說 哪一集看起來 好像都是自己在演自己的東西 可是他其實都是 隱隱約約都是有連貫的 他是有設計過的 可能他說了這句話 然後幾集之後又會出現 對 他開了一個玩笑 然後幾集之後就會出現 Slap bet What the hell is a slap bet 誰是正確的 可以把其他人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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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鐵 那是一臉 那是一臉 那是二臉 那一塊上面有這個神劇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神劇呢 就是鷹詩路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鷹詩路 這應該也是神劇吧 這是神劇啊 這是神劇的神劇 對 他是史上第一部 以殭屍片為主題的印集 然後他在2010年開播到現在 總共有11季囉 好看的地方呢 就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下一集誰會死掉 是喔 哇 他們裡面有超多演員 就是從裡面很有名 然後現在都在主演一些東西 所以沒有看過的朋友推薦可以去看 他很恐怖 超讚 他 他不是恐怖恐怖吧 他應該就是劇情啊 對啊 對會有那種 驚悚 嚇人 友情 愛情 背叛 人性的嫌惡之類的 全部都有 如果是這種舊的話 經典的話 還有一個實習醫生 他應該也是播了20年吧 超久 就是到現在他還在連載 他比台灣八點檔還強 他已經可以跟上布袋希的腳步 對啊 而且他的主角都是從實習醫生 然後變成現在是什麼 醫院股東 那這影集裡面 他就是在講 醫院裡面可能發生了所有故事 然後像是友情啊 愛情啊 家庭啊 還有各種人世間的厲害關係之類的 他們都會演到 畢竟20年嘛 一定可以演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像 實習醫生跟 陰施錄 他們其實都算那種 很長壽的影集 就劇恐的時候一定可以看 就是可以慢慢看的 慢慢看 你不用一定要一直追完 他是可以慢慢看的 如果想要放鬆的話 追在這種東西 然後如果要看電影的話呢 我前陣子他其實已經上了一陣子 就AI創始者 我是蠻推那一部 因為他算是一個比較 另類的新時代機器人 生化人的故事 他基本上就是在說 人類跟生化人一起生活 然後後來人類不喜歡生化人 想把他們全部裂掉 主角呢 就是演天人的那個 等到華盛頓的兒子 John David Washington 還有沉浸 然後他們就是要去找 這個 AI 的設計師是誰 然後主謀是誰 然後他要把他殺掉 結果後來發現有一些秘密 那很好看啊 因為他就是有那種反轉的感覺 就你不確定誰是誰 誰是誰這樣子 他酷的地方是因為那些 AI 你其實也不太確定 他不把帽子拿下 你就不知道他是一個機器人 對他就是人 他這邊就是正常的樣子嘛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是喜歡動畫的話 我們會推薦Sandland The Series 是因為鳥三名大師去世之後 然後就剛好看到 然後這是他的另外一個作品 就除了其永族之外的 另外一個作品 他想說來看看 然後他這個故事 是在說未來他們缺水的一個世界 然後他們在沙漠那邊 就有人類跟惡魔 然後惡魔就是一大堆導彈 小壞蛋這樣子 有一個老軍人就決定要跟 惡魔的王子一起去找水 所以他們就一起去冒險 感覺就是 有那種七龍珠以前去外面冒險的感覺 很懷念 因為他畫風就是那個樣子 有一種懷念感 然後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就哈哈哈哈 七龍珠其實 除了動畫之外呢 如果你喜歡聽音樂的話 還有一個很期待的作品 是 謝謝晚安 Bon Jovi 的故事 他是已經上線了嗎 他是4月21日上線 所以現在還沒有 這個Bon Jovi 的故事呢 他其實就是在說 方喬飛樂團的崛起背後的一些秘密 所以是一個紀錄片 所以喜歡這個樂團的朋友 一定要看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其他的 演唱會的 Disney Plus 其實也有很多演唱會的影片 泰勒斯 有泰勒斯 有 Billie Eilish 還有 BTS 對 所以就是你可以放在後面 然後就 好像還有Blackpink 對不對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煮飯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聽那個 魔法滿屋的現場演唱會 我覺得那超酷 他超好看 這個主題是畫上面也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那個真人在現場跳的那一種 對真人在現場直接在那邊唱 魔法滿屋的所有歌 超酷 我們剛剛說的影片呢 在Disney Plus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想要看的沒有 記得訂閱Disney Plus 就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 很多很多的東西 而且最近那個 97年X-Men 故事越來越猛 對 準備講到這個 對啊 因為上面有超多漫威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漫威迷的話 我一定會推Disney Plus 本來想裝可愛 結果忘記帶了 最後帶一下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可憐的東西 你有發現什麼其他的小賽誕 或是背後的小故事 都歡迎留個東西討論 如果還有其他推薦 在Disney Plus 上面影劇 也可以一起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爸爸影劇 所以朋友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 我們下期待見 掰掰 好好笑 好難唸喔 我在教他怎麼唸 Ute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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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ility 你先說 utility Utility Utelitarian Utelitarian Ute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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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elitarianism